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过得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 就是来跟大家做一些feedback 就是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 有举办一场理财讲座 那大家在讲座结束之后 有其实问宝可梦很多问题 那其中有些人是不好意思当面问的 所以他们是 采释后线上问卷的时候提问 那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问说 宝可梦 你虽然说预计在10年之后做退休 但是如果在10年 当你零退的那一年 发生了股灾 股市情况大跌 那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 也是大家很想要去理解 就是说你已经按照你的程序 每个月固定存钱 每年固定存钱 存到了你即将退休的那一年 你已经想要安详天年 然后开始每个月固定提领 一定比例的资金 或者是赚取现金流的部分 靠现金流过生活 忽然间如果有股灾来 那怎么办才好 所以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议题 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的 我们的解报都会比较简单化 但是呢 我就是会用这个 用笔 然后跟这个我们的绘图版 就是我们iPad 直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即将退休的时候遇到股灾 那么该怎么办才好 那一样 就是这边已经有话读了 就是股灾的部分 那今天要讲的有三个主题 来这边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退休金到底有多少 那会不会就是影响到你的退休计划 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 对 那第二个主题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预计要存一千万不够 那该怎么办 这是我自己的例子 是不是就是要存更多呢 第二个 那第三个的话呢 是不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不要只有被动投资 而要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 在这一点的话 也许可以在根本上面去解决你的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探讨起来 就是 请问你的退休准备机到底有多少 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也很好奇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自己存的钱多或少 其实会影响到你自己的退休品质 这个其实有来听讲座的人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没有来听讲座 我这边也可以简单的跟你复述一个概念 就是说现金流的概念 现金流的概念就是说 你如果比如说以7%年化报酬率来讲的话 你在市场上放100万 它在一年之后 它可以为你带来7万的这个所谓的报酬 就是利息的部分 那这7万块钱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小小的bonus 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出国去玩 或者是比如说在国内旅游 或者是去吃大餐之类把它用掉 但如果你比较聪明的话 你已经知道了嘛 如果你存的是1000万 那么每一年自生出来的利息会是多少 会是70万 以7%的这个年化报酬率来算的话 它的确是一个70万这个数值 那你又想说疯了吗 我怎么可能现在我的薪水也不过一个月才两三万 那怎么可能可以去存到那么高的钱 但是我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讲座里面 我用了很多的数字 然后来跟大家带大家一起做练习 那么你如果有来听讲座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小资助只要靠某些程序来去拆解这个数字 你是有可能可以达到 就是真的可以存到1000万的 辛苦一点但是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当你每年有这个70万左右的利息进账的时候 你就可以靠着这个东西来过活 而不会去减存到你的本金 那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投资理财业者 或者是银行业者 他总是跟你讲说 月存3000块就可以退休 这个真的可以退休吗 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 你月存3000块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退休 那再来就是 他们的预期规划都是说 当你存到那笔本金之后 你就会开始 你的退休计划 那就是每年固定从里面去提多少钱 提多少钱出来 那这样的话你提到有一天 你终于 你当然有可能会把你的钱都提光光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 那一笔本金都不动用的情况之下 一直持续的拿 领他的利息来使用呢 那当然就是早期的18% 公务员的优退18% 就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18%其实也是由于 我们现在讲的7%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稳定的负利嘛 所以早期如果优退优存 然后有到18% 那你真的这个钱就不要移出来了 因为真的是很划算 那现在已经都没了嘛 那就没办法了 但至少在股票市场 在整个投资的市场里面 你还是有可能拿到棉花爆竹率 奇葩的产品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在讲座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 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好 所以呢 第一个问题要解决了 如果你的准备金不够的话呢 我也请大家就是一定要 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去计算一下说 你的准备金是不是应该要提高 简单举个例子 这边写的一万 第二点 一千万如果不够的话 是不是就应该要存更多 那我们来这边简单的计算一下 这个一千万的7% 应该是说 一千万乘以7%的典花爆竹率 你一年可以产生 大概70万左右的 你的利息 可以让你过很好的生活 这也是我自己预期的 存钱的目标 那如果 你要 比如说你因为股灾的关系 你的典花爆竹率跑到了4% 那你到底要存多少钱才能够拿到70万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计算 就是 7000000 就70万嘛 你除以4%这个数字 那么你算出来这个数字呢 其实就会是 你应该要存的多少钱 我这边来算一下 我直接用我的这个 手机的计算机来算 就是 7000000 各十百千万十万 除以4% 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起来算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是 1750万 哇哦 原本呢 你应该要存到1000万就可以安然退休的 好 对 然后呢 你现在因为 风险的关系 4到7把他的波动 只在会影响到你的退休的规划 那么你是不是就应该把你的存款准备额提高到1750万 这个数字当然是很辛苦啊 就是 哇 这中间差了750万 就是 话来本人在这怎么可能 你这太夸张了 要存 多存750万 我们小资主要存1000万都很辛苦了 那怎么可能还可以再存 多存750万 这件事情我觉得 并不是不可能的 你只要就是在网络上有 时常在看我的影片 我自己只在跟你讲的这些投资理台概念 或者来听讲座 你都会知道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也是直接 用计算的算式跟你讲说 你如果当你发生股灾的时候 你的每年可以拿到的利息是波动 因为波动性的关系会降低 那么你就要努力的 更加努力的存钱 并且想办法把你的存款准备金往上提高 这样子你才能够有一个安全无余的未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存更多到底要存多少 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 比如说你觉得1000多500万很困难 多750万很困难 那你是不是降低点来到多存500万好了 比如说1000万退休觉得还不够 那再多工作几年 多存到1500万再来退休 是不是也可以呢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说 第三点要跟大家聊的重点 这边打开图层 对在这里 一样就是你不要只有被动投资 那你是不是可以创建你自己所谓的被动收入的部分 那我在这边也是一样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好了 因为被动的收入有好几个 我看一下我再开一个新的在这里 被动 为什么打不开 有啊打开了 被动的收入 有好几种啦 其中一种是你的 应该说你的兴趣或者是你的本业所带来的 这个所谓的被动的收入 那一个是投资 好就是用你的钱 去把它 资金嘛 你用资金去做这个所谓复利的动作 有 有这种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个本业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就好像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比如说 你可以写Blog 那你的Blog只要有稳定的观看次数 有浏览量 那你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 呃 广告收益 好 这个Blog就是了 或者是 你可以拍影片 好 虽然说现在经营YouTube很辛苦 我也很努力在重 但是你只要肯努力 其实这一块是有可能的 好 所以你的YouTube也可以为你产生一些广告收入 那再来的话呢 你也可以使用这所谓的 你的Blog 里面可以加入 比如说 MGN系统 好 或者是所谓的 呃 联盟行销 好 联盟行销这东西 我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 跟大家解释过 但是 将来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做介绍 联盟行销也是一样 它是可以为你带来 就是稳定的收入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你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出书 像宝可梦这边 好 我有出书哦 好 我出书的部分 这边其实它只要有板税的收入 然后有固定的时间 有固定的再买 固定的再板 其实它也可以为我成为我的一个稳定的收入 只是说 现在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 所以呃 有在买书 持续买书的人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们要特别去注意 呃 书的部分也可以成为你的这个被动收入之一 好 这边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那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有所专长 你可以开讲座 好 啊 讲座的话 这东西就 呃 应该说 如果说是面对面的讲座 它没有办法成为稳定的被动收入 但是如果它是线上课程 线上的讲座 人家要买的话 就是哦 一次性的购买 然后可以一直在网络上一直观看 然后人 网络上就可以 靠着口碑一直不断传出去的 这种所谓的线上讲座 是可以为你赚来 带来稳定的收入的 或者是Press Play 这个都可以 所以重点就是把你的知识 变成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这是你自己可以靠你的本业 或是你的兴趣 然后来创造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你想一想 好 这个像这样子的收入的话呢 虽然说创建一开始很辛苦 但是只要建立起来之后呢 它可以为你每个月带来 远远不绝的固定的收益 你是不是就可以甚至 靠着这个东西 就可以好好地过生活 而不会去动用到你的本金 那你本金所展生的利息 就投资的那一块 还可以让它持续再滚 是不是你的生活上就更有保障了 所以我觉得我讲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GAP做会 它其实都是一体的多面 比如说讲到梦想 你有梦想你才有这个人生的目的 而想要去追寻 去完成这个人生的目标 这个人生的目标可以为你带来额外的附加的利益 比如说因为你是专家 所以你会接受媒体采访 你会有知名度 那么就会有可能额外的合作的这个机会 然后让你去赚钱 那你赚到钱呢 再把它投资到市场里面去 为让钱为你去辛苦的工作去产生富力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正向循环 那当你的 你的事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 你创建了这所谓的被动收入的机制 靠着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持续分享的blog的文章 或者是YouTube的影片 一直有人不断来在观看你的影片 那么它也可以为你带来持续而远远不绝的收入 那你就不会害怕 当市场崩跌的时候 你没有收入的 因为这些被动收入 其实不会因为市场大跌而对你有任何的影响 你只要持续而不定的 持续而稳定的做输出 那就有可能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 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 也希望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算你没有来听讲座也没关系 今天有看到这些影片的你都赚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基本的退休的概念 那你应该要存多少钱才有可能可以退休 如果你个人算出来的退休准备金 五百万七百万不够 是不是有可能让它double 变成是一千万一千两百万 当你多辛苦一点 现在多存一点 以后就比较辛苦 那就不要不会那么辛苦了 就简单举例 很简单 就是你现在手上有一杯苦酒 有一杯甜酒 那你应该要选择喝哪一个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不喜欢喝苦酒 我先把甜酒喝掉了 就是现在有钱 现在先享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手上的这一杯苦酒 你都把它喝光了 接下来给你的 你剩下的全部都是甜酒 好 这个是这个雀老师 雀佑尚老师来之前看那影片 他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 就是到底是先干后苦 还是先苦后干 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我个人是觉得 我现在辛苦一点 我努力多赚钱一点 等到我三年五年后 我退休了 我已经建立我稳定的现金流了 接下来呢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开心我就做了 我不用收到银行的前置 然后我就不能够去讲 我想讲的话 然后我也可以开始来去筹备 我自己的买房基金 然后甚至要结婚生小孩 各种的可能性 要出国旅游 在国外长居旅居多年 都是可以的 因为当我创建了 这个稳定的现金流之后呢 它可以support我的生活所需 我就可以更加认真地去过我的生活 那么我不用被我现在的工作绑住了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还有钱赚 那这些已经创建起来的被动收入 它还是可以为我一直 持续地带来稳定的收入 这个就是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辛苦后干的这个概念 好 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 我相信 如果你有认真的听进去 对你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就是靠这样子做的 那我现在辛苦了三年四年 我做到了 我相信 你只要从现在起跟宝可摩一样 努力的 不要浪费你的 人生中的任何一分一毫一秒 那么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把时间的复利 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三年五年之后 一样会有所成就 好不好 如果今天这个内容 你觉得很棒的话 也欢迎你来订阅一下 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资讯呢 一样会传送到你家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个很棒的idea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靠着这个金钱 或者是说 靠着这样一个正确的概念 然后就让你去 迈向财富自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也希望大家真的有所收获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